欢迎大家回到新一期的纽约艺术圈 纽约的冬天真的太冷了 我真的是扛着寒风 跑了一趟上东区去看艺术展览 与纽约切尔西地区 一个个由工厂改造而成 挑高式的白盒子式的新兴画廊场地完全不同 上东区呢 有许多坐落在连排别墅里的画廊 房子内部呢 大部分是比较老旧的 走在狭窄的楼梯上 生怕自己摔下去 包括走在画廊里的地板上呢 好多都是咯吱咯吱的 在壁橱上面挂作品呢 这都属于常规操作 整体给你的感觉呢 像是来到了上东区有钱人的私宅中 去看这些名贵艺术品的感觉 但其实呢 这些画廊都是对外开放的 言归正传 这次能让我冒着寒风 一定要去打卡的展览 就是秋蒙画廊正在展出的 真品还是艳品 一位中国鉴定家的工作方法 王芳宇之八大山人研究 这展览的名字比较复杂哈 但内容呢 还是很丰富的 此次展览展示了著名书法家和收藏家 王芳宇 40年工作中创作的书法书写手稿 以及整理出来的档案资料 和收藏的八大山人的作品 对于我来说呢 我尤其想看的是八大山人的真迹 可以说 在海外或者美术馆之外的地方 可以看到八大山人作品的机会呢 真的是太少了 我刚一进门便看到两幅一样的作品 挂在同一面墙上 画廊主呢就问我 诶 你猜哪一幅是八大山人画的 哪一幅是张大千临摩的 然后我脑内就开始疯狂运转 我觉得右边这个画轴破旧一点 这个笔墨颜色浅一点 那估计这个就是 离我们年代更久远的八大山人创作了吧 结果呢 当然是错的 其实画廊主他是为了营造更多神秘感 悄悄地把这两幅作品的画轴换了一下 喜欢刷小聪明的我果断猜错了 这个展览呢 其实是以大量的作品图片 文字和视频内容 带领观众去了解王芳宇的权威 鉴定方法和他的鉴定逻辑 除了研究那些 对于不会写书法的我而言 很生僻的书法创作技法之外呢 王芳宇他也用计算机科学 来分析书画笔法的层次和关系 并且这个方法提出的时间 并不是说最近 而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 这个时间真的很早了 反正大老远呢 我来都来了赏东去了 我就顺便去了 纽约最老牌画廊之一的 阿葵维拉画廊 这一字门 这个全自动的温度测量仪 就让我震惊了 这也太高级了 然后旁边还有一些洗手液呀 口罩呀 手套呀 等等的这种 个人防护设备 真的是充分体现了 顶级画廊的服务 还有他们的防疫意识 点赞 哦对了 其实现在你要去 纽约大部分的画廊了 你都需要提前上网去预约 但是呢 其实很多人预约了都不去 所以直接走进去 也是没有关系的 此次展出的呢 是特别喜欢恶搞大牌的 一位美国艺术家 汤姆萨赫斯的绘画系列 这位艺术家呢 曾经做过一款香奈尔断头台 听这名字 就是噱头满满啊 此次展出的画作上的图案呢 都是比如说包装纸啊 logo啊等等等等 我们特别熟悉的图案 至于品牌嘛 那就更熟悉了 比如说视力架 COS的麦片 法国马卡龙鼻祖拉杜利 雀桥的清脆巧克力夹心 当然当然 少不了我们最熟悉的 麦当劳金拱门 这些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 最常见的 艺术家萨克斯呢 就将这些图像都画出来了 其实我们远看会觉得 哎呀这不就是完全的临摹呀 完全不知道这意义何在 但其实当你走近了去看 艺术家那些手绘图像的边缘处啊 那些刻刻碰碰啊 不光滑不完美的痕迹 都显露出来了 哎这就对了 我想的是呢 我觉得呢 艺术家是想用这种方式 去提醒我们 现在我们所有人都生活在 这个麻木的商品社会当中 当然另一层含义呢 或许就是 哼你们说我画不出来 像印刷品一样 完美的logo 切 金拱门还做不出 我这种不完美的创作了 哎 纽约市每日新增 新冠确诊病例 又是几千几千的 简直是瑟瑟发抖 逛完上东区画廊之后 我决定还是早点回家吧 今天上东区画廊一日游就游到这里 我是天厨 我在纽约 欢迎大家多多关注纽约艺术圈